作者 小程 图片来自网络 一边是英法德的坚决维护 中东的叙利亚战争还未结束 伊朗上空就又蒙上了浓重的阴云 不过 此次特朗普不顾一切众叛亲离的退群 也不是他一人之位 以色列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总理内塔尼亚胡更是三番五次 煽动情绪乱带节奏 8月2日 环球网的消息称 当地时间8月1日 内塔尼亚胡在海军官员大会上叫嚣 如果伊朗试图封锁中东重要水上航道曼德海峡 以色列将果断采取军事行动回击 但当天观察者网友援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消息称 伊朗军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将在48小时之内展开大规模海军演习 目的是向全世界展示自己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决心和能力 虽不是曼德海峡 但霍尔木兹的地位更为显著 伊朗的此次行动可以说是触碰到了以色列甚至美国的底线 但其做出这种近乎疯狂的行为 也不是一厢情愿 自从5月初特朗普宣布退群恢复制裁后 美国人就开始极尽所能地打压伊朗 山羽欲来丰满楼 阿富汗沙特伊拉克等附近的美军基地 都已经派遣了大批士兵 第五舰队 B-2战略轰炸机杜鲁门航母战斗群等大杀器也蓄势呆发 马前足以色 列更是唯恐天下不乱 时不时地发射火箭弹攻击伊军 在其多次刺激下 被逼无奈的伊朗终于出手了 搞军也被设四方 伊核协议是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牵头承诺的 围绕伊朗核问题各方势力均作出让步 伊朗使用于发电的核利用放弃核试验 国际社会解除对其经济等制裁 可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利好协议 对于地区和平稳定和世界经济的良好健康运行都有积极作用 不过5月8日特朗普不顾多方反对退出了伊核协议 两国关系随之交物 特朗普的特点一项是随心所欲 堪称是奥巴马的坚定反对者 一改措施关税设置政府用人 奥巴马时期的体系几乎被他打个稀碎 再加上也色列在其中不一余力的煽风点火 大色鼓吹伊朗搞两面派 一方面利用协议发展经济 一方面偷偷搞核试验 美国人最终下定决心退出该协议 以色列的做法 真是解释了小人二字 一和协议签订后带给全世界的好处有目共睹 控制中东最重要航道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被安抚下来 全球石油运输安全也稳定了许多 但以色列和伊朗是肃敌 前者是美国一手扶持的一心想称霸中东 在阿拉伯世界指手画脚 后者不同于美国曾搞垮的利比亚伊拉克和现在的叙利亚 伊朗总人口八千多万 军工国防体系也比较完备 很多常规武器装备 完全有能力自己 而且其不仅仅是依靠石油 当一个搬运者 利用卖油带来的经济资本发展 一二三产业 想要通过经济封锁禁止贸易 短时间内无法困死伊朗 所以美国在其周围部署重兵 埋下天罗地网试图为脚威射 伊朗之所以赶着美国叫板 还有一张王牌就是霍尔木兹海峡 该海峡是波斯湾连接印度洋的唯一海上通道 西方石油供给的60% 全世界石油输出的20% 全世界天然气出口的30%都要从此路过 凡王时平均每五分钟就有一艘游轮经过 而如此重要的海峡却狭窄异常 毗邻的伊朗甚至在最窄处的中心航道上凿沉一艘军舰就足以瘫痪运输线 7月5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库萨利表示 如果伊朗石油出口被遏制 那么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一句话 不让我们过 谁也别活 此次的军演就是对美国大兵云集的硬钢 不过真到了那天 肯定是矛盾升级计划后 到那时受石油影响 世界想必会乱作一团 小小的霍尔木兹海峡集可能成为新一轮世界大战的货源 我们在哪里的货源和提供下方 之前的货源 决定是矛盾的货源 第一个货源 这首次的军演是小小的霍尔木兹海峡集可能成为国大兵亚集的